又是你 赵先生 李晴 还愣着干什么 盖章了 这份合同盖章了 快给我看看 真的 这份是真的 不可能 一定是假的 爷爷 你好好看看 别再被这个死女人骗了 爸 这次真的没问题吧 没问题 这确实是云与山庄的项目 而且是九城 足足九城啊 我不相信 凭什么 我们灵家 连参与云与山庄的资格都没有 凭什么能拿到九城份额 都是你 不要脸的东西 你是不是 勾搭了城主 陪他睡了 吴灭城主 请假想死吗 我现在代表城主 取消你秦家 参与云与山庄的资格 不 你们没有这个资格 你们秦家 可是签了合同的 你 你 李正宇 如果没有其他事 属下先行告退 好 御少 数不远送 好你个灵家 翻脸不怨人是吧 给我等这儿 爷爷 你怎么把秦少给得罪了呀 谁缺秦家 不止一提 你行 现在我终于可以确定了 城主大人 确实看上了 对对对 您秦家 就只能拿到一城 城主啊 却给了你九城 这是非你不起啊 不错 今天我就邀请云城各大媒体 为你准备一场 发布会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民正言顺的离婚了 如此 城主大人 就可以毫无顾忌的追求你了 爷爷 您答应过我 只要我拿下云云山庄 您就不逼我离婚的 此一时彼一时 城主大人 既然拿出了诚意 我们灵家 就必须有所回应 爷爷 您怎么能 够了 身为灵家的人 就应该为灵家着想 这件事 就这么定了 好一个出尔 反尔家族大义 小小家主 你好大的威严 混账 林家还轮不到你说话 我骂的就是你 好言无耻 出尔反尔 你简直妄为长辈 畜生 你找死 快别说了 快给爷爷道歉 道歉 阿姨 佩 家之主唯利是徒 还不顾亲人死活 你父亲死后 就把你们赶出林家 现在见有利可图 又找上门来 为老不尊 言而无信 他也配我敬 我砸死你 这个混账东西 爷爷 我还没死呢 你敢 你别吵了 他是我爷爷 反了反了 自杀养的狗 养人了 嘿 你说的这么好 不就是想赖走我们林家 让我们养你一辈子吗 要是没有我们林家 你算个屁 这死活的东西 我明天就将你逐出林家 爷爷 我替他向您道歉 您千万别赶他走啊 老婆 别救他 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赶我走 你 准时到着 爷爷 欢迎诸位参加我林氏家族 举办的发布会 现在 我以林家家主的身份宣布 从今天起 我孙女林与秦 与秦云天 离婚 并且将秦云天 逐出我林家 废子 你不是喜欢装吗 继续装 你已经不是林家的人了 赶紧滚 爷爷 就算你逼我和云天离婚 我也不会嫁给城主大人的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混账 除非与情自愿 否则 任何人也无法逼我们离婚 林云 不行 性情的 你找死 我们林家可是被城主大人 看中的家族 城主 就算他亲自到场 也不敢侮蔑我的命 放肆 竟敢侮辱城主大人 管 把这个混账给我扔出去 走 是城主 是城主大人来了 好 城主大人 必然是林家家主 有失眼淫 还望受罪 城主大人 没想到你亲自来了 你放心 我们马上把这个废物赶走 城主大人 承承您放过我吧 我不喜欢你 我也不想嫁给你 混账 城主大人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我要声势颠倒黑白 看你们林家是活腻了 林七山在此声明 我对林与庭小姐 绝无任何非本之想 今日一切 便是林家 无作非为 与我无关 城主大人 是不是林家哪里做的不对啊 我们马上改 改 你们想死 别来了我 死女人 真是给脸不要脸 当初拒绝城主大人 我们林家都被你害死了 混账 你也我要宣复 以后这个废物 给我滚出林家 云与山庄的项目 要给燕燃来做 爷爷 您怎么能这样呢 云与山庄明明是我接下来的 闭嘴 你这个破鞋走罪了城主大人 还想让云与山庄 门都没有 你不滚 无耻 如果不是雨晴 你们根本不会参与云与山庄 现在想抢 没有我的允许 你们抢的走吧 你才不出家门的丧家之气 还敢在这装 你真以为自己是城主大人吗 废物 还嫌害我们林家害得不够吗 拧着这个野种 赶紧滚 此次也不可恶 马上取消灵家与云与山庄的合作 你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一个电话就想取消我们的合作 你配吗 大人不惭的宠妇 林千丑 你们灵家与云与山庄的合作费 赵先生 爷爷 我们的合作真的被取消了吗 怎么可能 这个废物 一个电话就把合作作废了 林千 这是你做的 我说过 属于你的 谁都叫我走 王八蛋 真会给自己脸上贴机 真以为你自己能取消合作吗 你跟废物有这个能力吗 爷爷 你千万别被这个废物给骗了 城主大人突然取消合作 肯定是还在生这个死女人的气 他今天当着那么多媒体的面 拒绝了城主大人 这摆明了是在打城主大人的脸呢 对 都怪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聂种 律次三番你坏我林家的好事 蠢笨无知 我看你一把年纪 都长到狗身上去了 你 自己家养的狗咬了主人 还真是一出好戏呢 孙少 您怎么来了 林千成 你们林家得罪了城主 被面临的是迟早的事 今天本少主给你个机会 我爷爷刚好病重在床 正好需要一个妙龄少女 嫁到我们孙家来冲冲喜 他们两个 你选个 你也同 你古长林家的时候到了 马上跟孙少主回去抽血 我讨论了 你也讨论了 我讨论了 我讨论了 你也讨论了